困扰着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有些问题像咱们前两集聊过的 是咱们能够意料得到的 但是有一个我没想到的 竟然大约有接近一半的 就是相当多的一个年轻人 提出了一个貌似无聊的问题 就说怕死怎么办 这我真没想到 我现在发现真活到咱这个岁数 好像到很少想这事了 你想到就是年轻的人们 很多回答 就是说我每天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就高级问题啊 很高级的问题啊 我又想起来呢 我完全能共鸣 因为我那天跟我们组里的一个90后 我一说他说对对对就是感觉 我是什么感觉呢 我跟你说就是在我这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有些做蹲厕所里 突然间吓得你知道吓得 你知道这人极度恐惧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人的那个怕死 能怕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说一个生理感觉 我觉得脑袋变小了 后脑勺吓小了 我就住了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想的一件事 就是想到人会死 就是说我现在虽然才十几岁 但是早晚有一天会有那一天 然后我最让我觉得不愤的就是说 哎我他妈死了 明天你们该干嘛还干嘛 对呀 我就不在场了 生气了 跟我没 我就我不知道了 就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对 哎后来我一说那小孩就说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感觉 我就怕这个就怎么可以 我怎么可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你们该活什么 还该吃饭吃饭 该聊天聊天 没我了 嗯 这个怎么能行 这就你智商非常高啊 对 这个 越聪明的人越早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怎么说呢 这个事 你你你你也怕过吗 当然那是吓得魂飞魄散 简直想不下去 而且很小的时候 嗯 你现在还怕吗 现在应该不会了 现在很冷静想这个问题了 嗯 现在现在想的已经不是死活的问题 而是什么方式死 死 什么时候死 对我现在就变成了 没那么怕死了 但怕病痛 就是怕熬不过这个苦 这个 哎徐类呢 你这头发 反正我 也适合他 哈哈哈 也适合他 其实我对死我不怕 嗯 从小就不怕 我不怕这个 这个事对我来说已经 已经不 我觉得也也没什么不好 那你智商更高 那不可爱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唯一的 不要把我淹死就行了 因为我不会游泳 我不会水 淹死我就是很难受的 所以对水 我这是很害怕的 这怕死和怕死法 是又是两个概念 但是我又有一个 别死能受 我又有一个偏见的 一个错觉 似乎我老觉得 女的男的怕死 女的没那像 男的那么怕 没有那么怕死 女的就是 我就刚才听你们这个 要不然就是我智商低 我从小对死就好奇 所以我妈妈就原来就说过 你可以试所有的事情 但有一件事 你不要试 就是试着去死 回不来了 她说那个就完了 你试了就回不来了 因为我老是特别好奇 就是说 这一下子过去会怎么样 我老想去试这个方法 过去就没怎么样了 你没有答案了 对啊 当然就 所以我妈妈说 你什么都试 你就不要去试 或许有一本书叫 《平时体验》 就是那个 就是很多人死了之后 回来的 就是感受是什么 很有意思 每个人想写 真实吗 真实的 对 你怎么知道呢 可能 他就是书啊 就写 他就是你当时死的时候 那一刻 我都不太相信 只要他活过来了 我就不太相信 对 最真实的经验 都被带走了 对 因为他不会 所以就是好奇嘛 最好奇 最神秘的事情 就是死 别着急会来的 就是说 回来的 当然 到时候我们还在这聊 但是有一个 就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就觉得 他解答不了的 就是说 现在我看过很多研究 因为这个 看过很多研究 的确 就像你说的 彬子经验 一般来说 就觉得 自己上了 在上边看见了自己 就所谓灵魂 出窍了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 走过一个长长的勇道 谁道呢 甚至是 亲人们呢 有光 向着远处的光 怎么怎么走 然后到了那个 快到那个光 那个地方呢 然后就有人说 你还是回去吧 什么的 哎呀抢救回来了 等等 甚至 甚至英国 有一个宾死的研究 就是相当一个多数的人 就感觉到幸福感 就是说 就是说你别怕 是那个时候是挺开心的 或者挺幸福的 可是呢 我又看一个纪录片 就是永远有一个科学的解释 这个科学的解释 就是说什么呢 人呢 大脑啊 会有这个应激反应 就像你划了一刀 你大脑会分泌这种 一些脑内鸦片 缓解你的疼痛 那么在临死挣扎的时候 你的大脑里会分泌出 类似于脑内鸦片的一个物质 震痛 同时让你觉得心快 心悦感 这是人的一种分泌的本能 所以就能解释啊 甚至还有说 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 说为什么慢慢的会觉得 这个周围按下去了 中间亮起来了 他说就说 因为是逐层脑袋 逐层死亡 那么一种现象 其实就是渐渐黑下去了 就是 灭了 对 所以我就同意陈老师讲这个 就是说 我没法相信很多 濒死体验的研究 因为毕竟你活了 对 这都可以解释 但是问题这事 我就是 这是我想不到 他困扰很多年轻人 甚至有一个年轻人 就是他 我在网上看啊 他说 哎呀 我才知道 当年困扰了我一年的 这个事 原来不但很多人有 而且是一个病 这种病啊 现在心理学上有个病 叫死恐症 就死亡恐惧症 就是咱们一般的害怕 是一般害怕 你知道特害怕的 我觉得我想说 脑袋下想了呀 就很老想 就是说 本来大家很高兴 在谈话 突然飘来一个阴影 一下子你就不行 就是然后 然后就到了失眠 更严重的是失眠 甚至是植物神经 紊乱 甚至有人 他就说他那一年呢 丧失了工作能力 因为他跟客户谈谈生意 谈的热火烧天要挣钱了 突然间要死了 这那么一切还有什么用 我就是受到一个启发 就是埃及人 他们什么都不干 就活着的时候 什么都不干 然后呢 永远迟到 你跟他约好了 他要迟到几个小时 然后对什么事 都无所谓 你看埃及那个国家 老是那么破 因为他们的最高境界是死 就是他们的哲学 是生下来就是为了走完这个路 到死 那个就到最高境界了 所以他们对死是特别 这说法太多了 对文明关于死的说法 佛教当然也是这样了 最高境界是死 就觉得死以后的那个 才是真正的开始 这个前头只不过是序 那如果还是这么想的 可能对你还是有一种安慰 对 这就是个很显而易见的理由 就是信仰能帮你安慰 很多人就是靠着这个信 自我哄骗 自我哄骗 那就说明你是无神论者 我不是 对 我是无神论者 我不相信任何安慰 所有关于死亡的议论 都是让你好过一点 对 对 然后有时候会作效 在某些人身上会作效 对我不太作效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恐惧呢 这可能比恐惧还要厉害 但是我找不出一个词 因为我看过罗兰巴特的 一个片段 他有一次讲完死亡以后 出来一个学生对他说 你说得太差了 你把死亡说得这么乏味 我当时不懂这句话 我后来懂了 就是我说比恐惧 有胜于恐惧的就因为乏味 他根本没那么好说的 就是像条狗一样死掉了 非常简单 尤其当你真的 见到一个死去的人 在你面前死去 因为我前两年经历了 我这个经历已经晚 很晚很晚 我小时候有朋友 在很小的时候 就经历亲人的死亡 所以他整个状态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明白 这就是他见过死亡 你想死亡和你见过死亡 目击死亡 我们非常不一样的 你见过之后 你当时的感觉 见过之后就死亡非常乏味 你千万不要浪漫化 无价值感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就死掉了 老沐昕 我母亲 就像条狗一样死掉了 就躺在那里动得不动 你怎么着就他动得不动 就是非常没有尊严的 就死掉了 就是死掉了 非常简单 你看这个沐昕老先生 你是亲眼看到 就整个这个过程吗 我没有看到他最后的过程 因为现在不可能了 因为都是送到重症病房 绝大部分人会死在重症病房 只要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 今后都是插满管子 最后在一个你不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过去了 然后他宣布 大约算得出时间 等你看到就是一个尸体 就非常雄变 但是非常乏味 你想不出任何 你如果想得出来 其实你还是在骗自己 你赋予他种种价值 在我看都是浪漫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就是有一派这个学说 有一个西方有个名著 叫巨翅死亡 巨翅死亡 就这种学说就认为 人类所有的文明 就是你所有的文化 你一切的这种行为 都是人类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抵抗这个死亡的这个本能 因为就像你说的 你实在没法接受 像条狗一样 就是毫无意义 还不如狗 就跟一个蚂蚁一样 你必须找到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捏死过蟑螂和蚂蚁 但是这就人之为人 才会谈死这个问题 这是很高级的问题 高等动物问题 所以你当然牛马 他也知道要死 就要杀他的时候 他知道猪也知道 我见过多少次 猪将要被宰 去篮子里把他抓出来的时候 那七粒 我操 全村都听得见 然后一刀捅进去 然后羊都知道 但是更低等的动物 其实他不知道死 你小孩喜欢折磨一个 很小的一个虫 因为这个虫继续在逃 它逃的本能有 但它死亡本能没有 它不知道就要死了 然后光一下捏死 就这样 但人是全知的动物 他什么都知道 我要死了 或者我将要死 死于谁手 死于什么方式 这太太聪明了人 所有恐惧痛苦 然后学说 就全全跟着这个来了 就这样 而且你说 许雷您是画家 你知道 其实我后来看了看 就是这个艺术史上 这个包括从中世纪开始吧 就是这个死亡 其实是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西方 西方 西方是很大的事 中国人的话里面没有 对 中国人避讳 是吧 中国人画里面没有 很残忍那种 跟死亡有关系的 这些画面 都不出现 除了画地狱图 但也有的据说 因为我是懂得太少 那你说库洛关系图算吗 写鲁迅和死亡的时候 我就提到 这是西方人喜欢 一天到晚盯着死亡谈的 中国是避讳 但阿诚说不是这样的 他说中国民间 有很多很多 就是非常活泼的 必真的充满感知的 就是谈死亡 面对死亡 有 但是我不知道 阿诚懂得多 我相信我可能说错了 但是 但每个民族 一定有自己一套办法 来谈死亡 包括避讳也是一种谈 你知道 你说的这个 就是像狗一样 这种死去 都让我想到一种什么呢 我们农村里 我们国家 有些到现在农村 实际上是因为一个 太惨的情况 可怜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 它达到了一种天地不仁的 这样一种程度 你就像农村里的老人 现在并不起 送医院根本交不起钱 我们家里有人在ICU 我曾经就首夜 在夜里凌晨 我就看到过那个情况 就是家属 逼着医生 把管子 这医生说心跳 还有30多下 为什么把管子 说你这算是死了 他死了 其实付不起钱了 是付不起钱了 所以就我爸就说 他说农村里抬回去 就叫老人身体坏了 叫坏了 坏了就躺在那 甚至呢 儿媳妇要是不孝顺的 那个是每天还给你烧的两句 哎你怎么还喘气呢 你怎么还喘气呢 你怎么不早点死了吗 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哎呦我就觉得 这反倒又像你说的那样 的某种残酷的本质 不不最最最残酷的 这也不叫残酷了 就是非常真实 就是节山求考 那个日本人那个电影 有山节考 有有有山节考 他就拍那个电影 就是有一个风俗 在日本一个地区 就爹妈老到一定的程度 就应该让他去死 就不要再跟孩子争吃的 都是送到一个山上 然后弄点吃的 就就就就就就 就让他自己死 是风俗 没有人觉得不道德 其中一个老的老太活到 我不知道这六七十 他愣把牙撞在钢上 把它撞掉 意思就是说 我不然太健康了 我还能活好久 就意思就是说 早点猝死之女 就你把我背上去 送死算了 心甘情 那你要这么说 他倒克服了 怕死的本能了 对 所以当我们说 怕死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漏掉 很多文明 对死的观点 其实我觉得死亡 是和我们的人生 是就在这 就是我们其实一生下来 就开始死掉 因为我们一生下来 就开始往坟墓走 然后我们的细胞 就已经开始死掉了 所以你一生下来 你能感觉到 就是你的各种细胞 为什么越来越坏 因为其实你一生下来 它就开始死了 所以我们一生下来 就开始死掉 一点一点点的走到那 我觉得采取一个东西 就是我又说到自己的事 就是我妈妈给我启发挺大的 我妈妈临死前进医院 就是抢救的时候 我觉得幽默感特别重要 她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不好玩了 就是这个 她说不好玩了 你性格里有这个 然后她死的时候 就打着呼噜死了 就然后某一个瓶 那个呼噜停了就死了 睡着了 所以我就想得有幽默感 是吧 就是对于这个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聊天 我也有幽默感 我说我的这个临终遗言 是医生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我是就是见过的 就是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真的目睹 那个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种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的感觉 就是无思无想 而且变成一种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体会 就是我有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当时我正在 她父母所在的地方 那个实习 那么他们家碰着这个事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奶奶 就等于她奶奶 她奶奶就死在家里了 就躺在床上 她爸呢 这个一个知识分子吧 等了好几天熬不住了 要睡觉 要睡觉呢 就让我们这两个小孩 就是说 她爸说 我跟你妈要得睡睡了 说你们俩看着 你们俩看着这个老人家 她爸还是挺孝顺的 你一定要给我记下来 她是几点几分 就过世的 所以呢 我当时就跟这个女同学 我们俩就坐这就看着 老太太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躺床上就这样 一直是这个声音 一直这个声音 看到大概凌晨三点钟左右 看睡着了 因为一直就这样 重复就看 但是呢 我又后来我也不知道 我百分之百的相信 我们只睡着了一秒钟 因为在万籁巨计当中 啪 他们就醒了 我啪就睁眼 睁眼我第一个就是一片寂静 那个呼噜声没有了 然后你想俩小孩 你说对于她奶奶 她这个你知道 那个时候就对这个 见目睹死亡的这种 我就不知道叫恐怖 还是震恶吧 使得连感情都没有机会 发表出来 其实是空白的 空白就是甚至那时候 哎呀那是不是断气了 然后她说你去看看 我说我怎么看 我觉得后来想起来 我觉得有点可笑 我跑过去 我在她鼻子旁边听一听 没有声音 我说这是子了吗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摸一摸 我只敢碰一下她脚腕子 这就是她说的好奇 她说凉的凉的 然后说哎呀就好好好 叫你爸爸 然后又怕她爸爸责怪我们 因为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事几点几分 就编的 但是我有一个直觉 就是其实是一种力量让我们睡着的 我总觉得只睡着了一两秒钟 就好像一睁眼 就好像甚至我有时候瞎想 我说是不是死神刻意不让我们看到 她断气的那一刻 然后当时她就拽她妈妈 她爸爸来了就哭啊 拽她妈妈怎么都拽不起来 怎么都不起 后来第二天早上她妈妈说呀 说你拽我的时候我为什么怎么都不起来 我知道你拽我 她说我才做一个特美的梦 就是你奶奶啊 正在往天上升 周围都是穿着白衣服的仙女 她说我觉得梦太美了 所以你怎么拽我我都不起来 我就说当时的空白 当时的目睹这个的感觉 是那种空白 忘了一切的思考甚至是感情 我相信啊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丹青她对这个事感兴趣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认识她的时候 我就很注意学习她说些什么 写些什么 我还记得多年前 你提到过这么一本书 你看我今天带来 我就是因为你提到 你引用一个明人的最后时刻 这么一本乱七八糟的书 后来我就找着这本书了 就讲的是每一个人临终前的表现和遗言 你看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卡夫卡 就是卡夫卡这个人讲话非常有意思 都是二律被反 以至于就是说他临终前的遗言 都是他太疼了 卡夫卡临终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杀死我 不然你就是杀人犯 这个话有意思吗 杀死我 不然你就是杀人犯 跟医生说 牛逼 你们现在是不是都在考虑临终的时候说什么呀 你看这说 医生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他的墓志明叫正在直播中 好 网红 正在直播中 但是你要这么说 你说直播 我又想起来 我又可以给你们看一个 就是前 前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BBC 有一个全世界就是热传的一个纪录片 讲的就是一个换了那种运动机无力啊什么就在类似霍金的病人 他最后他就是说我不要这样活下去没有尊严 然后要安乐死 但是英国的法律还是不行的 但是瑞士有一个诊所 我看了那个 你看了吗 然后他就是 经过一年的咨询 反复咨询就确认 法律上没有问题 法律上没有问题 然后呢 最后就到了这个诊所 就临终前 他一切都准备好了 甚至还举办party 朋友们都告别了 该办的事就是都办完了 最后呢 把一个这个麻醉剂啊 一个开关 那医生 最后这是很严格的程序 医生还要最后的确认一下 然后呢 他开关拿在你自己手里 所以这某种程度上 可以理解为自杀的操作 对吧 就是开关在你自己手里 然后呢 他录好的一段话 给亲人的一言 最后自己就按下这个开关 你可以看一点 就是这个 再见 The one blessing of a slow decline is that we've had time to speak about things over ten long months not like losing me in a car smash we've really said everything that needs to be said you've been a truly fantastic wife to me Debbie and I know that you've loved me and I've loved you Goodbye 看了怎么感觉 尊严死 尊严死 这个中国现在就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刻 这个中国现在就 每个人都有这一刻 只是各种各样的方式 但是我对他曾经有一次讲的 我印象还挺深 就是说这个安乐死这个事 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就似乎呢 我们大面上一说 安乐死是好的吧 总是尊严吧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 也不会清理开这个口 绝对不可以 对 我就记得陈老师曾经讲过一次 我大概忘了 你是说 好像是看到一个老人 就是喝粥啊 很老的 这个喝粥 就发现人的那种求生本能 就是说 人在临终前最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看还是挣扎求生的 就在那个时候 你真的是很难判断 不不不 我相信那个人 比方说那个人 坚决说我要安乐死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在最后一秒钟是这样 你永远无法知道 那这个有办法知道 人的感觉是无比细腻的 这个人从目前看来 他真的是想死 从容复死 我绝对相信有这样的人 但是人太复杂了 你永远不要只有一个答案 去回答人的问题 太多太多答案 他如果是别人给他推药的话 是别人有心理压力的 当然 所以处死犯的时候是三根 就不同的法医 就三个人同时推药进去 只有一个人是真的 其他两个是 都是 就让你觉得并不是我 并不是我 有心理上的一种减压 所以你看 他这问题是怎么样得解脱呢 怎么解脱呢 我才意识到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慢慢的我就不大想怕死这个事了 都是为了活着的时候 等死的时候没关系的 死的那个人就死掉了 你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受这个东西的困扰 我个人觉得这是 这个时代的忧郁症 普遍的 怎么说 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话题 就是不工作的问题 对 就是他这种 普遍的这种忧郁症 就是觉得 社会的各方面压力来说 对他来说很大 他有一种病的东西 忧郁症的病的东西 还是跟厌倦有关系 厌倦有关系 他就想到了死亡这个东西 可能讲的更多的人 或者是想到是不想死 还是想死 讲的是这个问题 对 那我们觉得 我还是觉得讯息的问题 什么问题 讯息的问题 什么叫讯息的问题 就是现在讯息太丰富了 所以小孩其实很小就知道 通常我们要活到满大才知道的事情 所以所有事情绕到最后 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会死 所以他很快到达那个地方 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讯息 我们会听到革命烈士死了 或怎么样 但那个都是文艺讯息 并不是真实讯息 我觉得我要说我也不算解脱 因为我也没到那时候 真到那时候 现在那时候可能脑袋又小了 是吧 但是我只能说 我现在不大想这个事情的 原因是因为 我不再害怕 无知无觉了 就是说 假如说某种理论是成立的 就是说人多半走了之后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睡觉就是死了 连意识都没有了 那我就会觉得 其实死了你就不怕了 怕你就还活着 对吧 那突然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这个事情就不怕了吧 就是甚至有人说 说你你是怎么有的你呢 你出生以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吧 那怎么就有的你 我相信对那个马上就要死 然后天人永隔这瞬间里 死真的不是很痛苦 除非他是被枪毙或者打死 痛苦的是还健康活着的人 困扰所有还活着的人 离死还有不同距离的人 真正到了那个线上的人是 没有我相信 当然我也在胡说 就是我相信没有那么像 我们现在说起的时候 或者你在那脑袋小的时候 那么恐惧 就是你比如说很多时候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一些古人 就是讲生年不满百啊 什么常怀千岁忧啊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些理由吧 可能我生来就是个小人物吧 就是我觉得 似乎有些人超越 就是说你看 立功立德立言 那个都是儒家的意思 我清史留名 可我觉得清史留名 你不知道了有什么意义 就这里边确实有一个相关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 假如真的不像宗教里面说的那样 人死后有知的话 如果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么你确实要说 你现在干的一切是有什么意义 你在干嘛呢 在这一层 现代人比古代人要苦恼 怎么说 古代人有信仰 还是 信仰也好 神话也好 什么什么也好 就是他对死有一整套 就是话语上的一个像催眠那样的 让你没有那么恐惧 或者可以比较好的度过那段恐惧 现代人什么都知道了 生命到底怎么回事 最后死掉 没有 他太知道了 一个无神论的世界 对 你为什么一定就相信死后无知呢 我没有不相信 我既不相信也没有不相信 因为我不知道 没有人回来过 我不知道 对 没有人回来过 所有回来都是网称的 就是活着的人 替他说这个就回来了 英国有一种心理学的试验法 肯定你也不信 就是有些英国的心理学医生 美国心理学医生 就是会给你 让你催眠术吧 让你去体验死亡 体验你上几生的死亡 让你体验了 就是这个是心理学的一个治疗法 我相信人类想尽办法 要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让你体验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被心理学医生这样做过 去体验前几生的死 OK 说说 就是他就是这样 然后他数数让你进入催眠术以后 但你又办 就是你其实是醒着 但是他就你就突然就进入到一种情况 和你现在情况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他一定让你进到这个情况以后 看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 然后呢 他一定要让你说 你现在经历一下 我数123你要到你死亡 你怎么死的 就是这一个心理学治疗方法 就是说你这辈子有什么问题 你到上一辈子去找 你是有什么问题 那你到上一辈子去找 你上辈子 你上辈子找出各种东西来 你要是老不停地做这个 你不停地进入各种环境 我不告诉你在这儿 我秘密 因为很好玩 就是你能 你根本想不到你会进入一个环境 然后说是你上辈子 然后你突然发觉 比如说你这辈子有什么 有些有些病症吧 你突然你发觉 你到那个上辈子 你还在体验同样的病 就是所以你这辈子最好 把这个病治好 所以他那个心理学就是说 比如你要是怕什么 你可能上辈子因为有什么 这个我就想起来 刚才我讲那个 我怕水的那个事 我以前一直做一个梦 这梦是不断地各段时间会出来 就同样一个地点 一个桥边 像乌正一样的 这样一个桥边 我后来就问一个迷信的人 我就说你这个 怎么解释这个梦的人 他说你上辈子在这儿 就是自杀 或者怎么死在水边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上辈子 我这水都恐怖的东西 作案地点 这个你也很难解释 可能是不是有关系 你不能自杀这位 就是这个吧 你当然我觉得确实是 这个佛教里头 或者是很多宗教里头 对这个有解释 肯定会对人特别